这是榕树 这个掉下来的这个藤叫什么气生根 我以前真的是不知道 多亏了各位指点 才能让我不断的进步 这边有一个牌子 欢庆马中建交48周年纪念 可以啊 圣泰国际 虎气冲天 三叔公 这是一个食品厂 食品厂的名字叫三叔公 这排队在买什么呢 哪个老字号呢 海南鸡饭 哇 这排队吃这个 看一下 我朝这个方向散散步 这家这个生意这么好吗 我都想排个队了 郑和文化馆场关 可惜啊 关了 因为今天星期一休息 但这边又有一个郑和古董屋 这应该是卖那个卖东西的 国际郑和书院 北京中干书画院马六甲封院 马六甲小娘惹 哦就是租这个衣服是吧 拍 租衣服拍摄 不过这个 小娘惹的衣服真的是 蛮不错的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 他这边是一个商店 就卖着中国的这种 文创产品 屏风啊什么的 罐子 郑和大家都知道了 是吧 我们国家明代 著名的航海家 曾经 率领着 船队 船队 对 船队 旗下江南 他有五次 都是途经马六甲 所以说在马六甲呢 有很多这个 关于郑和的一些遗迹 我们慢慢看不到机 过一会儿骑着摩托车 到处找一找 嗯 国际郑和研究院 你这 烧的可以啊 这罐罐 看一下 郑和 当时 他应该算是拥有全世界 最大的这个船队 上帽船队 郑和 马六甲 郑和将军 1405年 来到马六甲 哇 他1405年就来了 比我提早600多年 马中友好植树广场 哦 这边 这么大一座 郑和研究院 郑和研究院 研究郑和海上丝绸文化之路吧 1405年至1433年 颜辛鸡鸡鸡 关门啊 没事没事 郑和 七下南洋 五次途经马六甲 所以说呢 在马六甲有很多地方 都跟郑和有关系 我们接着找 真空教 道堂 嗯 快到了 这边啊 有一个叫保山亭的 一个 中国的庙 也就是郑和的庙 就在这 这个雨啊 是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 我先把 就就这 这就是郑和庙 我先把车先 停在这儿吧 保山亭 这后边呢 有一座小山 叫保山 相传说这个 郑和 曾经 率军 就驻扎在这个山头上 这个小庙 历史悠久 六百雷年历史 这个庙 这个庙也被人称作郑和庙 这个庙也被人称作郑和庙 就从这儿那下 保山亭 这个庙也被人称作郑和庙 这个庙也被人称作郑和庙 这个庙也被人称作郑和庙也被人称作郑和大庙 哦 里面是有水的 这里长那些草 为了保护一下先加了个盖子 说相传这就是当时郑和他们不是驻军住在这个山上吗 在这开凿的井 然后供自己的船队领用 这个庙 大家可以看一下郑二八景的介绍 郑和1371至1433年 中国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 其中五次途径马六甲 即当时的满次家国 郑和曾驻军于山头 还曾在山脚绝境取水 就这口径 这就是我们的郑和 这一块就是三宝山 我们现在在这里山脚下 我们现在真的是要感谢华人甲币丹 因为他在1685年的时候呢 他是从这个荷兰殖民政府手里购买了这座山 当时也叫中国山 当时也叫中国山 就是这里 他呢也是福建厢门 真的是要感谢 15世纪的时候呢 那明朝的皇帝把一个公主啊 许配给了马六甲这边的苏丹 最后呢那个公主就住在这个山上 这口井是那个苏丹专门命人 和挖一口井 供这个公主日常用水 这还有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 苏丹的名字叫满苏沙 1458至1477年 走到哪里啊都不要忘记 自己是龙的船人呢 在宝山亭旁边 有一座纪念碑 马六甲侨胞殉难纪念碑 这是抗日时期 为了纪念死去的一些烈士 里的一个纪念碑 蒋中正体 看一下 居几个宫吧 雨也停了 我们一起登一下宝山 你看还叫中国山呢 登上去看一下 哇哦 这是贾碧丹的墓啊 这就是这座山的主人 贾碧丹的墓 哇 居上三个宫 这有一个重修的牌子 中华民国63年 山上有很多座墓 我查的资料显示的说 这有很多墓都是明代时期 华人的墓 像这个座墓就算是 修气的比较好的了 李氏一种之墓 哇 还是我的本家啊 这座墓于2004年重修了一下 由马六甲李氏宗祠 这山上啊 现在就我一个人呢 还有很多座墓呢 这都是仙人们的墓呢 各位仙人们呢 如果你们有泉下有之啊 想告诉你们 现在的中国 已经变得非常的强大了 最近中国发脾气 美国都害怕 这短短的百十来年 这有一些都是当时抗日牺牲的烈士们的墓的 哇 这边好堵车呀 我要去青云亭 说是这边15世纪的时候修的最古老的一个华人寺庙 你看 这边回到了 感觉真的是回到了中国 是不是 哦 这好香啊 这谁家 谁家没事干炸啥东西 这么想 对 嗯 就闻起来 哎呦 这太有感觉了 这 你看 过了这个青云亭 溜达完 我要在这里好好的逛一逛 你看 老大的 还好我有个小摩托 哈哈 穿哪都快 这边有一座 中世寺 香灵寺 这应该是后修的 比较新 我们现在走路去青云亭 这个比较老一点 这边呢是一个戏台 青云亭戏台 蛮大的 对面就是青云亭 看一下 走 过去参观一下 非常忠实 青云亭它是始建呢 是15世纪 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个青云亭呢 是17世纪的时候重修的 也都是全部采用的是木材 这花 这是椰子吗 这么神奇 我第一次见这样的 包括这个柱子都是光训间的 香客还挺多的 香火也挺旺盛的 这个青云亭啊 全部都是采用的 石木 纯木头 这用的木料真的是 蛮讲究的 现在看到的这个亭呢 是17世纪重修的 距今现在有300多年历史 蛇 蛇子 参观一下 特别像这些 祖母 这里够分的是 妈祖娘娘吗 这是观世音 摇一圈呢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